12岁双妃男童陈洪如早前被母亲遗弃在广华一 香港警方及后联络身处内地男童母亲 至昨日29下午 经香港警方及公安局合作下 男童母亲呈取得自己的签证 并乘坐高铁来港 昨日晚上10时 母亲到达香港后 警方已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 虐待或忽略罪名 将该名37岁的江西女子拘捕 肖指被捕母亲为一名内地游客 早前从他人口中知 将其子女留港可得到较优良教育 被捕人信为真 遂将就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 遗弃于广华院内 并于同日返回内地 其后经香港警方联络 捕人表示愿意来港 但因处理签证须时 顾言至日史道不 案件由由监警区刑事调查队 第五队则调查 明31日早上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倒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财内容